被美国遏制六年中国 反而取得五个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 美媒发文哀叹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被美国遏制六年 中国却反取得五个领先 全球将迎来新的领导者 尽管从2018年 特朗普突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算起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美国对中国的恶意打压 无所不用其极 但中国却只在短期内感受到了一些阵痛 依旧按照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稳步迈进 而且在五个关键技术领域 反而取得领先 近日彭博社发布了一则长篇报道哀叹 通过该媒体对13项关键技术的追踪调查后 发现中国现在在无人机 太阳能电池板 石墨吸材料 高速铁路 还有电动汽车和锂电池 这五个关键技术领域全球领先 另外 其他的七项技术领域 中国也在快速的追赶领先者 很显然 美媒的这一调查结果 对支持全球科技领导者身份的美国而言 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美国本以为采用断旗战略就能成功压制中国 结果却让中国更加依赖自力更生 通过再次涅槃 中国科技发展速度明显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更深层次的恐惧 直白点说 美国那套切断技术交流 阻挡他国科技崛起的招数 放在其他国家身上 或许可以累世不爽 但砸在中国身上 得到的结果却只能是自食恶果 中国的学术基础 创新力 意志力 和国家用以支持的技术资源 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 而且现如今 中国在人才储备和培养方面 也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毕竟人口基数和全国教育普及率摆在这里 而且现如今美国是如何对中国进行打压的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正所谓一夜之秋 相信全球各大科技大国 总有一天也会意识到今天美国为维护科技霸权 能够对中国痛下杀手 明天美国也会把屠刀挥到他们身上 保不齐将来整个国际社会为了自保 直接抱起团来 对美国也来一次断旗政策 尽管像荷兰日本等国目前紧跟着美国恶华的脚步 比如荷兰禁止光刻机出口到中国 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也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控 可这种上低800自损1000的情况 他们又能坚持多久呢 有太多的实力充分表明 离开中国市场后 这些国家的科技公司连最起码的生存都快要出现问题 往深层次说 中国完全能够凭借自身全球最大的市场 以及非常明确的计划指标立于了不败之地 某种程度上来说 中国加速发展科技也受到了美国的激发 更好的意识到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所以总的来说 只要我们能继续发展个五年十年 绝对能够对美国的科技形成碾压 成为全球新的科技领导者 然后让我们中国人站在无尽的太空中 从高往下蔑视美国人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订阅 сравн位置 皮静 Э